就是这儿 走 你好 你好 我是谢小秋 她是王立川 我们俩是陈美娟 介绍过来的翻译 你们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你们堵车呢 我是总经理助理李欣 您好 相信陈美娟已经和你们说了 我们公司要从意大利 进口一批材料 现在他们来了三个人 准备和我们谈判呢 他们带了翻译啊 他们都懂英文啊 小秋 小秋 师姐 会议还有五分钟就要开始了 你们好好准备一下啊 好好准备啊 糟了糟了 我刚见那三个老外了 他们的英语我完全听不懂啊 怎么会 上次人家说印度英语 你都听懂了 问了半天才知道 他们三个人当中 一个是法国人 一个是德国人 一个是意大利人 他们三个都通的是意大利语 英语就会那么一点点 而且口音很重 我跟他们沟通了半天 不是他们听不懂 就是我听不懂 而且还说我的英语有问题 早知道当初我就不来了 那现在怎么办啊 我们俩的二白都是日语啊 对了对了 立川 你不是瑞士人吗 瑞士人应该会四种 官方语言的 你至少会一种吧 我会三种 德 法 义 天才啊 天使啊 天意啊 那你们快去吧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啊 拜拜 好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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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 好 好 借着他 那个 今天谢谢你啊 要是没你的话肯定死定了 不客气 这是你们的酬劳 拿着吧 谢谢 今天盖得非常漂亮 尤其是你 非常好 不错 李助理 这个钱不对吧 我们之前说好的应该是一千六百块 这里只有八百 况且我们今天来了两位翻译 给您翻了四种外语 而且您应该也知道 德语 法语 还有意大利语 这些价钱跟英语都是不一样的 这些我们都没有额外的收费 就这么点儿 你们爱拿不拿 我告诉你们 像你们这样的大学生 都是临时翻译 一小时两百已经很多了 就当是给自己一个实习的机会 你别走 李助理 你们也是一个很正规的公司 请穿手信用好不好 别在这里给我鼓奖蛮缠 我还有工作呢 这是我劳无所得 你们给我正儿不放 我告诉你们 以后永远不会有你们两个 你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了 你别打了 别打了 你别打了 顶哥 你们这点什么 方便里 他少给了我们八百块三亿费 不是说我们一千六百 肯定是他死尊了 什么 李希 怎么回事啊 这是 这个钱呀你都拿着吧 你要养家 生活也比我困难 再说刚才你为了帮我 还跟别人打架 我没有想到翻译 还是一个高位的职业 对了 你没事吧 没事 要么我们到前面坐一下吧 好 不要了 收了给你吧 你的手破了 没关系 我有创口贴 我跟你说啊 以后呢出门遇到这种事情 千万不要跟他们动武 我们只剩在外势淡利孤 你呢 要学会用面部表情 而不是拳头来表达愤怒 他在打你你可以瞪他嘛 对不对 好吗 有没有 怕 怕 怎么样 肯定有了吧 我就说嘛 你都怕到笑了 来 贴上 好了 谢谢 没事了 你知道吗 一个人做一下眉头 需要调动四十二块面部肌肉 先出一个拳头 四块肌肉就够了 是吗 对了 跟你说一件事情啊 晚上六点还有个地方要翻译 就一个小时不累 要不要一起打火 我不去了 那是我喝咖啡的时间 喝咖啡哦 你以为很有钱吗 你现在只是个临时工友上队没下队 你居然跟我说你要喝咖啡 有没有搞错 我真的不想去 走吧 今天你帮了我 我去吃饭 走 你有来 钱在手里还没有污润叫发出去 我又不是要去很贵的地方 先坐车啦 不知道这边能不能叫得到出租车 出租车 你知道在这边打车去 失去要多少钱 你以为你条件很好吗 就不能节约一点啊 公车站就在那边 走了 立川 来 这边有位置 快来 你坐吧 一五要开很久的 要站很久的 快来重坐 真的没关系 你坐吧 女士第一次 没想到你还挺绅士的 走 我在征欢董导的背单词啊 我跟你说 作为一个专业的翻译 要时时刻刻地想到提高自己 我说的都记住了 记住了 我说的都记住了 我曾经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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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室 那本 seva まず是 既然 são 物学费切的 这次 我曾经厅过 只要有陷阶 您便选 在订阅前 我曾经厅过 不用 我自己来 小心啊 小心 我真的服了你了 居然能沾那么久 我已经很久没有坐公车 感觉还蛮新鲜的 对了 我记得在这附近有一家餐厅 还不错 我们一起吃吧 好啊 贵不贵啊 不贵 慢就好 谢谢 你点吧 你喜欢吃什么 你点 你点 我吃什么都可以的 按照你的口味点就好 不过不要点太多 一个菜就好 嗯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我都说了 按照你的口味点就好 我比较爱吃牛肉 麻烦你帮我点几个菜 他喜欢吃牛肉 好的 来 这牛肉好好吃哦 就是分量有点少 我跟你说 我每次做完翻译吧 我肚子都特别饿 我都想大吃一顿 哎 你别光吃凉菜 来点硬货 来 这个牛肉可好吃了 来来来来 嗯 在我的家上 我们是习惯先吃前菜 你的家上在哪里啊 苏黎市 苏黎市 好远哦 好饱哦 吃饱了吧 可以上甜点了吗 还上甜点 两位 你们的甜点 真的有啊 服务员 你这写错了啦 我们吃的是一百八 你写成一千八了 小数点打错了 小姐 你们这次真的是吃了一千八 要不然你仔细核对一下啊 不用 谢谢 谢谢 你怎么给这么贵的菜啊 难不成我今天白盖了 不抓赔了 对不起啊 我刚只光过了点菜 没有看到价钱 我跟你说 这个嘴就是无底洞 你知道我们现在吃了多了钞票吗 大吃上小赌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被开除了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能用公款 算了 算了 你刚被解雇 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应该是你不过的情人 服务员 你把我没吃完的打包 打包 就 就这么一点 你还要打包 好吧 咱不打包 但也别浪费 还要是你打包 虽然我给你打包 虽然你有一点点 但是怎么着也只一百八吧 我得洗脚慢夜 你 好吧 好吧 就送到这里吧 我在这里上车 晚上我还要去打工 你还要打工 你这么需要钱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地啊 然后赚点钱以防万一嘛 在时候弟弟马上要上大学了 我得给他赚点学费 今天真的要谢谢你啊 你还是拿着吧 本来就是你的工作 我只是过来帮忙一下 顺便学习一点 这是你老有所得 再说你还要养家啊 这个钱我们俩一人一半 这样很公平 谁都不难受 你真的要算得这么轻 你要说算得轻 我还应该把饭钱给你嘞 那好吧 我跟你说 临时饭液这个职业的收入呢 很不稳定的 所以啊 你还要继续努力 不要觉得八百块钱 拿到手就很多了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啊 要联合起来 来 车来了 不跟你说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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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副 你过来借我一下吧 先生 一共六十八块 好 给 谢谢 谢谢 小姐 你的咖啡好了 谢谢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二十块 谢谢 你男朋友等了你两个小时了 这个太好了 真的吗 加油 加油 到底怎么了 你赶紧闻 今天笑得嘴都快裂开了 好棒 真的 为什么 跟你说了别八卦 CK君来了 小姐 你头发好漂亮啊 哪里剪的 等一下 找你钱 来 谢谢啊 你的头发真的好漂亮啊 真的 咖啡喝完了 要不要给他送过去啊 你的咖啡 他今天喝的是中杯的普通咖啡 你送过去 拿好找接 先生 你的咖啡 哈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其妙我对不起 快对不起我给你擦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怎么了 怎么了 就是 mail 怎么搞的 对不起 不行 我不是故意的 你故意的还了得 你们两个 хочу把纸巾川干净 快点 都不是ciamo啊 快点 快点 快点快点啊 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她是新来的 难免笨手不脚的 这样你把干洗衣服 那个单子给我 我给你包箱 不用 是我刚才不小心碰到她 那您这个电脑 电脑没事 那我帮你倒杯新咖啡啊 不用了 谢谢 我正好要走 不坐会儿了 谢谢啊 立怀 立怀 对不起啊 王丽川 刚才真的是对不起啊 不过谢谢你帮我说话 没关系 你刚一定不知道是我 谁吓得一跳吧 对啊 怎么那么巧啊 你一下子什么时候来啊 这家咖啡厅我常来 那你下次来的时候 我把钱给你好了 钱 修电脑的钱 不用了 你今天白天帮了我这么多忙 我还没有好好地谢谢你 可是帮是帮 赔是赔啊 这个钱我是一定要给你的 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 我知道你很大方 但是我不能滥用你的好意 而且呢 你现在是非常时期 像这种时候 你找工作什么的 肯定都需要电脑的 如果你这么坚持的话 下次我就不会来这家店了 那不管你去哪里 我都可以找到你的 钱是一定要给的 你真是 拜拜 咱们来 谢小秋 你给我进来 谢小秋 我平时看你大大咧咧 你应该有点抵抗力吧 看见帅哥要淡定 你不是第一个 往他身上撒咖啡的人了 什么 他很帅吗 一脸胡子 脏兮兮的 懂什么呀你 帅就帅在胡子上 那才叫有形 那才叫man 知道吗 有胡子就man啊 我觉得看起来像职业杀手 那你要是不觉得他帅 你干嘛把咖啡 迫在他身上啊 我那是不小心了 我来说的 谢小秋 你心生爱慕 想接近人家是可以理解的 我平时不把握 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说你几句 听不听有你啊 别在这个男人身上 画太多感情 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的女孩一眼 是吧 各位 我求求你们 不要再神话这位CK君了 他很可能就是个普通人 普通人开豪车啊 我开豪车的又不定都是车主 很可能是司机 那倒也是 是什么事啊 不是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女孩 嫁错男人哪 就是因为他们分不清楚 男人的品相 这不是有款就是爷 三代才出一个贵族 懂吗 你就看这个人的气质 做派 当然你可能看不懂了 你就看看他给你的小费 你就应该知道他肯定不是司机 各位 我觉得呢 找一个穷人和找一个富人 是一样的容易 要不然为什么七仙女会找放牛郎呢 至于跟谁在一起更幸福 那 还真说不准 说得也蛮有道理的 道理什么呀 快工作去 听到没 这是 汪总 孩子周岁 老婆说一定让我把这个送给您 老婆说一定让我把这个送给您 表着红红火火 圆圆满满 生生不息 汪总 感谢您保留了我的工作 您说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要我失去了工作 我真不知道回家怎么跟老婆孩子交代 别这么紧张 别这么紧张 你的技术这么好 找工作一定是不难的 无论如何 我代表全家感谢您 不客气 对了 我要你到行政部做点事 管理文件 这样至少 没有人可以说你的工作不饱满 不介意吧 不介意 不介意 汪总 您放心 我一定努力工作 那 您先忙 我先走了 慢走 谢谢 来 汪总好 来 汪总好 来 汪总好 那个邵华刚才跟我说 我们帮方氏付了一大笔预付款 两千万 对啊 我们先垫付的 理所说年底再付清 那 连个欠款合同 一个欠条都不打了 你也知道Frank在的时候 爷爷跟他都是嘴巴说说就算了 你也知道Frank是相当奖心用的 Lisa不是Frank 这是他执掌方氏第一批的大项目 他怎么可以无凭无拒就让我们垫钱呢 但万一他不还怎么办 我们和谢北风啊 而且Frank过世以后 方氏里面都快打起来了 谁知道Lisa能坐这个位子坐几天哪 如果现在这个时候要合同 肯定会激怒Lisa的 所以我没找Lisa呀 我只能找Lisa 我找了那个太监Jack Jack Jack Jack更不好说话 你怎么知道 你找过他 两千万呢 两千万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跟他在电话上差点吵起来了 他说叫我直接去找Lisa Lisa 她来中国了 刚到啊 她是来视察那个什么青岛的项目 怎么了 那个设计开始了吗 刚开始啊 走吧 你给我去找她 不不不不 这种事你一定最行吧 你不要带上我 在Lisa面前我没有安全感 好吗 你 没有安全感 你少来了你 对付她 要我们两个一起啊 万一我说不下去的话 你可以帮我圆圆场嘛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个电脑多少钱啊 两万块钱 两万 因为它的配置比较高 性价比也是不错的 我打个比方啊 如果它这个电脑净水了 修的话要多少钱啊 你是说主板啊 就是键盘那一块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 怎么说也要两千块 两千块 这两千块不一定修得好 还得看实际情况的 谢谢啊 这两天都活又白干了 喂 肖社长 很抱歉啊 这几天忙分头了 先是两个旅行团 又是一个洽谈会 一分钟的空都挤不出来 这是你的酬劳 两千四百块 说好 谢谢 下次呢你把银行卡号给我 我直接打钱比较方便嘛 社长 您看你都已经给我酬劳了 还要带我来这么好的餐厅 真的是让你破费了 没事的 多吃一点 怎么样 去GMF工作感觉如何 挺好的 GMF和九通是合作单位吗 不是 我们只是个案合作 本来有机会长期合作的 都约好了今天要开会讨论细节 结果昨天一通电话就取消了 所以我看还是再等一段时间吧 你快毕业了吧 还有一年 开始找工作了吗 还没有 要早点设定目标啊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到九通来工作 我是 不勉强 只是问一下而已 我是准备考研了 考研 考研也挺好的 跟我们这行的专业水准呢 当然是越硬越好 我们两个保持联系 我们九通就特别需要 像你这样的兼职翻译 只要您召唤 我铁定来 吃吧 你的学习成绩一定很好吧 我看简历上你拿过红语基金 我都是靠那个教学费的 当年我跟你一样 外地大学生 家里没钱 也没有能帮上忙的亲戚 一切只能靠自己 师兄 你是在烫城革命家时吗 那你现在已经成功了 你还开了自己的公司 成功 这在上海就不成功好不好 这只是刚刚起步 刚来上海的时候呢 我还只是一个 原生泰的小男生 原生泰 单纯 本色 天真 清晰 四处惹白眼 老是爹根头 当年你肯定受了很多苦 不过现在多好 你已经茁壮成长了 你也会的 快吃 好好吃哦 多吃点 那箱红酒啊 都给老刘赶紧送去吧 他喝了红酒啊 这事就办成了 太好了 季川 立川 好久不见了 是啊是啊 李奇尔好吗 爷爷非常好 青岛会展中心 你们开始考虑了吧 我在飞机上啊 把资料仔细地又研究了一下 我觉得温哥华和墨尔本的会展中心 是我们最好的参考 他们对环保的标准 还有对海景的利用 剑材上的革星 这些啊 都是我们期待你们去超越的 还有就是隔音非常重要 我需要你们去找到最先进的隔音技术 我们可能在东边搞新品推荐 西边搞摇滚歌会 当中呢有可能是会谈 讲演 所以你们要做到完全隔音 互不干扰 好 还有啊 季传 先坐 你就不要给我那些讨厌的地毯窗帘 不是 其实地毯呢 不要用那些后现代理论来说服我 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什么好看 我说不好看就是不好看 是 李传 你是总设计师 不会在上海遥控吧 是这样的 那个现场我们已经勘察过了 那里环境比较乱 李传现在身体情况呢 不适合在那边久留 可是你们知道 方氏对项目质量要求很严格的 李传啊 我觉得你还是要坐镇青岛 严格把关 我明天就去青岛 会在那里待四个月 好 喝点咖啡 Jack说你们有事找我 对 是这样的 对啊 那个 现在在施工的那个利水和小区啊 我们GMF已经帮方氏 先垫了两千万的这个材料费和头期款 夫人上次您说过的 这个年底可以把账结清的 是 有问题吗 年底结清没有问题 我只是想说可以有个什么合同了 或者是可以保证一下比较好 当年Frank跟你爷爷谈生意 从来都是口头协议 是开交易 怎么到我们要改规矩了 方氏哪一次说话不算数啊 这 这倒是没有啊 没有 你知道啊 我们发展商这个行业啊 是非常有风险的 我们的运作就是给予其他人的钱 我们花的就是别人的钱 如果你们的钱不想先让我花 那市面上的设计公司不止你们一家 你们兄弟两个的设计费 比美国的格安斯特公司还要高啊 我从来没给你们讨价还价过 没有 所以这是有了默契了 就说到这儿吧 夫人 那个那个 立川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补充的是吧 立川 夫人 我们对你无比信任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我们也不是不肯垫钱 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凭证 凭证 你有什么意思 你通常说的 万一一哪一天车轮过马路 不小心被车撞了 没人知道方式来见子GMF两千多万元 你要真的变我 出口伤人 你真要让我心碎 你只要呢 我就跟着一起送 夫人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对不对 你说 反正年雨都会到了 对 那还好几个月呢 那练习怎么算呢 什么年代了 还在那边口头协议 She can'ts 我看她是存心想赖账 我们说到这样子就不要再讲下去了 我们有五个项目在她手上 万一她生气了 退股 被我们麻烦可多了 你知道麻烦 那你刚才还诅咒人家 我看呢 在关键的时刻 你比我还能得罪人 早知道不带你去了 我本来就不想去的 我本来就不想去的 是你硬要我去的 是你硬要我去的 再说 跟Lisa沟通 就像兜圈子一样 没什么用 爷爷 上海分部那么缺钱吗 怎么两千万块钱都垫不出来了 我们没有缺钱 这是你哥哥出的馊主意吧 让她接电话 喂 是你让立川去找Lisa要钱的 是吗 是 那个 是 是 我 爷爷 不是季川做的事 我们没有去要钱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去得罪那些开发商 开发商要是打个喷嚏 那建筑商就会得肺炎的 你懂不懂 好了 这个事情过去了 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也跟Lisa都说过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爷爷 我还要去一趟青岛 你知道Lisa那个会展中心 马上要开始了 工地上太乱了 你别去 还是去好了 不然Lisa不放心 这就奇怪了嘛 我对你的健康那么伤心 你都不在乎 这么一个Lisa的会展中心 你这么在乎呀 我告诉你 你在我的心里 你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赶紧回来 赶紧回来 好 我一定尽快 再见 爷爷 你可不可以在洗手间刷牙啊 人长得太帅了 这是镜子刷牙老爱分神 你看啊 这事情只有是你说的 爷爷就不追究 要是我的话 早就把我骂死了 你是董事长的接班人 不帮你骂谁呀 这个Lisa凤啊 真难搞 比当年那个Frank还难搞 我倒是觉得Lisa会给钱 我倒是觉得Lisa会给钱 她会急于证明她的话 跟Frank同样有效 喂 Jack 好啊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 我们胜利了 前星期五 到这 快看 哈喽 哈喽 老样子 那你先过去等我 我马上就过来 不是 我是说你先过去坐 我马上就把咖啡端过来 不用走了 来吧 一个大男人穿紫色的衬衫啊 那叫高贵 来着 干嘛呀 怕你太激动了流鼻血 要不要我帮你想个办法 制造点机会 让你把咖啡泼到他身上 我跟你说 最好是在裤子的这个位置 你可以跟他说 对不起 然后你就帮他擦擦擦擦 好了 你认真点好不好 好 认真点 看看我 我的样子怎么样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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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的好吗 好吗 他说的好吗 很好 好 你猜他搭闪能不能成功 跟你说了别八卦 我看不行 我看行 我赌一块钱 一块钱有什么好赌的 我赌一块五 你赌一块钱 我赌一块钱 你赌一块钱 你赌一块钱 静雯 有件事吧 我想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啊 就是你说的那个CK君 其实我认识 他结果婚有两个孩子 之前呢是在一家外一起坐司机 所以开的都是豪华车 不不不不 什么意思啊 什么以前啊 他现在失业了 正在找工作呢 不可能 你看他跟你说的完全不一样 真的啦 因为之前我在那家公司做过临时翻译 所以我见过他好几次 那你说他结过婚 借着呢 也许忘带了 谢小秋 你妈别八卦了 其实我跟你说 据我的分析啊 他至少身价十个亿 十个亿 不可能 我之前都给他找过好几次工作 他还需要你帮他介绍工作 你知道他手上那块表多少钱吗 多少钱啊 这个数 三千 他也买得起 三十万 被骗了吧 他什么意思 他说我被骗了还是他被骗了 我被骗了 不可能啊 那就是他被骗了 难道是三十万买的一块A货 那就真被骗了 嗨 这个是我们店新送来的吞拿鱼三明治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钱已经付过了 我请客 谢谢 你新换了台电脑啊 对啊 这个是我赔给你的修理费 两千块不知道够不够 你拿着吧 我不用了 不行不行 这个一定要给你的 不用了真的 你还是学生 你比我更需要 可是你失业了 而且还有养家糊口 再说了 我损坏财务 招架赔偿也是应该的 而且你比我更需要帮助 一定要收下的 收下收下 其实 我没有那么需要帮助 小秋啊 其实我们之间有一个小小的误会 什么误会啊 我根本不是司机 而且我没有失业 是这样子的 是我的司机失业了 我哥把他开除了 你哥 就是那个大老板啊 但是你不用着急 我已经把那个司机请回来了 他的一家四口又有饭吃了 你不用替他担心了 小秋 小秋 王立川 收招你的东西 跟我出来 小秋 你听我说嘛 我本来就喜欢汽车 而且我喜欢开车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认为我就是一个司机 而且我没有说过我是一个司机 也许我长得就像一个司机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我 我本来就是 别过来 有什么会儿站在那里说 好好好 我本来是想跟你说 但是后来我们又见面了 接着又见面 然后又见面 我 对啊 然后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是一直见面一直见面 但是这个你不告诉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对我这么热心 我不忍心拒绝啊 不忍心拒绝 我以为你很需要钱 所以我才把所有的工作机会都分给你一半 我不是纯心想骗你的钱的 那我的时间跟你也是一样的宝贵 我每天只睡五个小时五个小时 我天天要赚生活费赚学费 我还要给家里还债 我恨不得每一分钟都变成钱 王立川王大先生 你要是想找乐子去别处 本姑娘不陪你玩 还有 以后敢再来我们咖啡店 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我 你要是再敢来我们咖啡店 我见你一次破你一次咖啡 你刚才在外面对客人吼什么呀 我都不敢对客人吼 你吼什么呀 你想赶走我们的客人是不是啊 这种无赖你也以为他那么听话当 说不来就不来了 你到我去找厕所 你到我去找厕所 小秋 这是CK军医日让我交给你的 我又没你们八卦 你不想就要测 te了 你不是没来 我还是不想要伴过 不要走 你不是想要伴给你的 我刚才会想起来 你不要走 不去那你 你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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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员 你不要走 我不要走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我不要走 你不走 你不要走 我不是要走 这个星星还有这个箭头是指哪里啊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只不过呢 这个地方我现在还没有画出来 你对我这么热心 我不忍心拒绝啊 我以为你很需要钱 所以我才把所有的工作机会 都分你一半 王立川 王大先生 你要是想找路子去别处 王姑娘不陪你玩 还有你要是再敢来我们咖啡店 我见你一次破你一次咖啡 都快四个月了 CK君怎么还没来啊 我想那些盘子一定很痛 这盘子手中正寝了 都怪你 没事你跟CK君吵什么架 害得静雯呢 是望穿秋水失魂落魄 好了 一个女子的终身幸福 就这么毁在你手上了 说够了没有啊 你都说好几个月了 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我看那个CK君也不像什么好人 我们应该庆幸静雯没有落入他的魔掌 人家倒想落入他的魔掌 怎么点 这下好了 还没掉进去 自己走火入魔了 小童 去洗厕所 小秋倒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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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不信 你最近晕远起来 包你做的一件吧 没有 我帮你掉了 你干吗了 你干吗了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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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起来 你干吗 你放手 你放手 救我 你放手 上车 你没事吧 上车吧 我送你回去 小秋 小秋 如果你一直站在这里 你还想被抢一次吗 上车 有没有告诉过你 在这种情况下面 第一件事就是要放下全部东西 立刻跑掉 我保留巨款 能够买你的命 暴力用我要还你的两千块 我一直放在暴力 就是为了方便的时候可以还给你 上次的事是我对不起你 但看在我还算是个称职翻译的面子 请你原谅我好吗 我知道你不缺这个钱 可是如果你不要的话 我借你一次就会还你一次 这样吧 这个钱我是不会要的 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的话 你就请我吃一顿饭 那也行 前面那条街上有个大排档 我经常去的 可以吗 大排档 嗯 大排档是什么 大排档 就 去了你就知道了 这儿 我告诉你啊 我这样不算原谅你 好 谢谢啊 拿好啊 谢谢啊 我们走吧 欢迎下次再来啊 你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来我们店里 谢谢啊 是不是被我吓跑了 我出差了 清岛四个月 你说上海这么大 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来我们店里啊 因为很干净 而且停车很方便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啦 哎 我发现啊我跟你说 我的脑子真的是缺针精哎 你想想那天你明明都已经失业了 你怎么可能又把车开到我们店里来嘛 你肯定不是司机呀对不对 我是怎么想的 我可以理解你的猜测 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汽车 前几一段时间 我都觉得我长大 就是要当一个汽车修理工 真的啊 那你能不能说一说 当翻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是不是一种全新的感受 感觉有点 掉价 掉价 翻译是一种很崇高的职业 我不是紫嫩的意思吗 这样子吧 我跟你稍微介绍一下 GMF的结构图 我的爷爷是在这个地方 爷爷的下面呢 是我哥哥 我 还有董事会 那这三个下面呢 就是有分公司 公司 公司 那在公司下面很多部门 部门接部门 部门接部门 那在一直下下到最下面 最下面最下面 到这么低呢 有一个建材公司 这么低啊 你听得懂吗 反正这个建材公司呢 就是上次你记不记得你画的那个地图 介绍我去翻译的那个意大利公司 我们还打了一场价 就是那个建材公司 那这么说 貌似你好像是有一点点 那什么 不止一点点 很多 我都不知道 如果我回总部的时候 看到那几个人 我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呢 那我们大家都吃亏了 就算扯平了吧 所以 这样你就可以原谅我了 那你以后还会不会来我们店里啊 你要我去吗 我就是想说 其实很多人都希望你去啊 如果你想我去 我就去 其实那天吧我跟你说 我我说话也是有点太重了 其实我这个人呢就这样啊 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来 那 干了这杯 我们俩之间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 干杯 我不喝酒 第一 我要开车 安全第一 第二 因为身材的关系 所以我不能喝酒 你喝吧 随意 那你以水带酒好吧 我们俩碰一下总可以吧 干杯 干杯 所以你家 只有你一个孩子 有兄弟姐妹吗 我呢还有一个弟弟叫谢小冬 小我三岁 谢小冬 所以你是 秋千森的 他是冬天森的 一言其中 我是夸你聪明了 笨死了 你呢 你家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我有个哥哥 叫王继川 大午睡 你见过的 你们从来打不打架呀 从小打到大 一直到现在 王继川 王立川 你们的名字好像都跟水有关系 他们都说我们两个五行缺水 等等 所以你的父母才想让你们来上海工作 为的是让你们俩多沾水器 对不对 我也一言击中 我怎么会这么聪明啊 我太聪明了 我的父母跟我试了 车祸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没关系 我也在车子里面 你也在车子里面啊 但是我活了 所以我还在 那你命真的很大啊 像你这样 应该去买彩票的 你跟我想的一样 真买啦 中了没有啊 我中了十块 好多喔 这样吧 为了你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干杯 碰一下啦 嗯 你这个 干嘛啦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哪个意思啊 我是说你身上穿的那个字 就南 南什么高中 四年是中学吗 你说这个啊 哦 对 这个 南池高中 我的家乡在各旧 南池高中在各旧 各旧 嗯 各旧 在云南省 听起来 离上海很远 坐火车的话 要三天两夜 今天这顿饭呢我 我爱情哦 千万不要跟我抢 你要不要少喝一点 我送你回家 我没有醉啊 你都没有吃哎 我跟你说 这个羊肉串呢 非常非常好吃的 我每次来都会点很多 你吃一串嘛 嗯 这个这个 这个是 这个也很好吃啊 要把它吃一串 嗯 尝一下真的很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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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乖 את lost 你真得喝醉了 呃 為 呃 你 你醒一醒啊 小秋 唉 唉 唉 鈴 小秋这边 上去 这边 这边 这边站着 这边靠一下 这边不能 起来 你去那边坐一下吧 这边 走 你告诉我你的地址 这边不能 这边不能 你告诉我你的地址在哪里 我送你回家 小秋 小秋 那你先把鞋子脱掉了吧 喂 小秋 这边不能睡 喂 你要睡的话去客房睡 我这边有客房 小秋 小秋 干什么 你多群 我没睡觉 好 我 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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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